嗨,大家好,我是Stephanie 想多一步,新人一步 多伦多有一个爱马仕公寓 它就在黄金十字路口Young Bloor 而且离多伦多大学非常的近 今天我是我朋友之托 去拍他的这个一时一瞳 而且这个户型刚好叫做Kelly 想一会儿去看一看的朋友们 就跟我一起上车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一进门呢,先是一个卫生间 然后这边呢,它有很多的柜子 可以用来储物 其实呢,这种设计呢 在开发商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想要打柜子的话 其实成本要比做closet要高得多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呢,这个开发商 也是非常非常有良心的一个开发商了 好,那么我们再往里走 这里呢,是它的凳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就像这样子的凳 这个凳呢,其实是可以放得下床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多伦多呢 想要找到一个能放得下床 而且它还带窗的凳呢 其实是凤毛铃脚 那我们再往里看 好,那这儿呢,就是它的厨房啦 很现代很简洁的一个设计 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了 像洗碗机 炉灶 冰箱 还有包括微波炉 全部都准备好了 那这里呢,就是它的餐厅啊 以及它还有这个客厅的位置 那这个房子呢,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是它的阳台非常的大 阳台的面积达到了155尺 室内的面积是588尺 我们一块到外面看一下阳台的风景 怎么样 虽然说现在呢,其实是已经入冬了 所以可能大家看到外面这个有点荒凉 但其实春天夏天和秋天景色都是非常的美 那我们这一套公寓呢 我们这个unit其实是面向东边 所以呢,不会非常的吵 好,然后也可以看得到安大略胡 好了,我们回到室内吧 好,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它的这个卧室 主卧呢 一样 有很好的风景 然后可以放得下一个queen size的床 然后还有很大的一个衣柜 好了,这一套的爱马仕开丽公寓看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目前呢,这套房子还是在售的状态 叫价呢,是84万9 那么卖家呢,也是我的好朋友 而且这套房子是可租可买的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不妨与我联系啦 我是Stephanie 想多一步 先人一步 咱们去看下套房子吧 Let's go 中文字幕——YK